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 传出这一悲痛消息的人员是香港知名作家陈希成 虽然仅仅是短短的几个字 但却表明了这份悲痛 倪大哥金武走了 针对爸爸的离世 儿子倪震以及儿媳周慧敏暂时没有回应 倪匡的一生虽然才思卓越 但却充满了质疑 据了解 女匡被誉为香港电影的一代神话 与蔡兰 黄瞻 金庸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一起构建了香港流行文化坐标 经典的电影系列《魏思理》 袁振霞 六指秦摩等等都出自她之手 甚至后期的《天龙八部》部分都是由其撰写 不过金庸生前对其改编并不是很认同 想来这就是才子之间的相互不服输 倪匡这一生堪生传奇 而这段传奇可以从她来香港时说起 冬夜里奇匹兽马 雪地中逃亡的往事经常在她口中重复 好像是篇创作出来的小说 的确 雪夜 兽马 狂奔 这无疑已是标准的古龙式小说的开头了 关于倪匡这段往事 传闻有很多 每版都像武侠小说一样精彩 蔡兰曾就此事问过倪匡 有人说你从内蒙古骑着一匹马 像侠客一样一路骑到香港的 胡说八道 倪匡大叫 那么远的路 叫他们骑给我看看 可见倪匡不是侠客 这也不是小说 不过 零下三十几度的大雪之夜 倪匡骑着一匹没有马鞍的兽马 在雪夜中不变方向 狂奔的场景倒是真的 只是 这不是去行侠仗义 而是逃命 直到今天 我做梦都会梦到这个情景 时隔几十年后的倪匡 仍心有余悸地说道 1951年 初中毕业后的倪匡 选择了参军 先跟大队去治淮河 后被派到内蒙古啃荒 到内蒙古后 倪匡爱搞怪的本性开始暴露 当时内蒙古有很多狼 生于上海的倪匡 自然没见过这种场面 好奇心下 便引来小狼和小狗交配 结果生出小狼狗来 把人咬了 倪匡也因此受到了处分 但更严重的事还在后头 月眉途中大雪封路 一行人被困在了山里 冻得要死 倪匡做一个小队的小领导提议 把烂木桥拆掉 生火取暖 坚持了两个星期 救援队到的时候 一座木桥也被大家拆完了 倪匡称 因为当时冬天 河水都冻住了 过汽车都没有问题 桥没有作用了 只能先顾眼前 不过 上级领导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等到来年春天 河水融化时 这里的交通将陷入瘫痪 倪匡因为破坏交通 被定为反革命 如此一来 罪名就大了 是要被枪决的 倪匡被关进了小木屋里 天天写悔过书 一天晚上 倪匡的内蒙古朋友来看他 说道 你必须要走了 不然死定了 朋友把倪匡偷偷放了出来 又偷了一匹马 让倪匡骑着 倪匡一看这匹马 简直瘦得不得了了 也没有马鞍 只有两个破麻不带 朋友对他讲 一路向北走 遇到部落就停下 他们一定会收容你 最好再娶个蒙古老婆 生个孩子 就可以脱身了 倪匡跨上马背 绝尘而去 之后一路辗转 1957年7月的一天晚上 十年22岁的倪匡 带着东拼西凑的450元 来到香港 倪匡来到了这个 完全陌生的地方 自己不懂粤语 更是一句英语也不会 本市来香港避难的倪匡 此时却面临着 最大的生存危机 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 为了生存 倪匡跟随同船的偷渡客 前往拳湾打工 所谓的工作 不过就是下苦力而已 文弱的倪匡 偷着疲惫的身躯 日复一日地 挣着那每天 两块九的工资 此时的倪匡 觉得前面的路 比自己来那天 见到的夜色 还要黑暗 没过多久 倪匡就只能躺在宿舍里养病了 此时身心疲惫的倪匡 怎么也想象不到 转机竟然在这脏乱的宿舍中出现了 工作之余 大家总是喜欢团论下 时下热点问题 而这天工友们说起了 发表在真报上的一篇文章 在宝读诗书的倪匡 看来 这篇文章屁都不是 就这样还能上报 把倪匡气得提笔辉豪 洋洋洒洒 写下了万字席文 还把自己这篇文 寄给了真报 连他没有想到的是 报社不但没有驳斥他 竟然还把文章发表了 同时还给他寄来了 九十元的稿筹 望着手中的九十元稿筹 看看自己眼下的日薪两点九元的工作 倪匡觉得机会来了 当倪匡发现自己的文字 竟然有着如此巨大的价值之后 他直接跑到报社 毛遂自荐 拿出文章原稿的他 如愿以偿得到了报社编辑的工作 坐在明亮的办公室工作 更为重要的是 他打开了通往上层的道路 此时的倪匡笔更不错 相比于金庸和古龙 倪匡的文采或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工作能力是真的高 几十年来 每天都能产出几千甚至几万字 当其他的作家 在为报社的催稿发愁时 倪匡不但可以做到 同时给十几家报社供稿 更是有时间为自己的朋友们 捉刀代笔 而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 当属倪匡 为金庸代笔的是 金庸要去欧洲出差一段时间 但是天龙八部的存稿 却不足以支持明报的更新 于是 他便找倪匡代笔 倪匡最出名的作品 是科幻小说《魏斯里》系列 但这不表示 他不会写武侠 相反 他的六指琴摩写得还不错 所以文笔方面 金庸是不担心的 他对倪匡就一条要求 主角不能死 结果等金庸回来一看 人是没死 但是阿子眼怎么瞎了 可把金庸给气坏了 倪匡直言 江湖嘛 受伤在所难免 实际上 是倪匡非常讨厌阿子 但是又不能写死他 只好把他搞瞎了 在香港娱乐圈 有着这样一个传言 倪匡家里有一面放着 几千本影碟和杂志的墙 里面都是一些 令人面红耳赤的内容 倪匡直言 我和日本人不熟 但是和日本女星就很熟了 倪匡曾自曝 每次去看望古龙的时候 都会带着女伴上房 对于倪匡来说 找女人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959年 倪匡在夜校学习时 认识了李果真 情投意合的两人 没过多久就同居到了一起 对此 李爸爸很是不满 没名没分的 你们起码要领证 于是 1959年5月20日 倪匡和李果真 就跑去领证结婚 而此时 距离他们相识 不过短短的四个月 李果真为倪匡生下了一儿一女 而儿子倪匡 简直就是倪匡的翻版 左拥美人周慧敏 却一再沾花惹草 不过倪匡也坦言 在自己15岁的时候 常常一个月也见不到老爸一面 那么倪匡去哪了 当然是四处沾花惹草 夜不归宿 随着作品在多家报社连载 金钱 名利 向着倪匡 纷至踏来 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 各种酒色场所 倪匡直言 没有女人 我晚上睡不着觉 当倪匡夜夜 做新郎的时候 李果真只能独守空房 暗自流泪 李果真不是没有想过离婚 但是他又非常舍不得 自己的丈夫 倪匡喜欢贝壳 李果真就到处去买贝壳给他 倪匡喜欢抽烟 喝酒 李果真也一再迁就他 李果真对倪匡的爱 可谓是全身心的投入 而倪匡一面夜不归宿 一面却又非常尊重李果真 他总是先把收入的50%上交 然后再出门浪荡 而当妻子生气的时候 他又非常懂得哄他开心 李果真对丈夫真的是又爱又恨 但就是舍不得他 离婚二字一直是说不出口 后来李果真索性不再管倪匡 你喜欢玩 那就玩个够吧 倪匡曾言 自己不是不爱妻子 只是身体不专一罢了 1992年的某一天 李果真对倪匡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最怀念的时候 就是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贫穷却很幸福 从1959年 二人结婚到此时的1992年 整整33年间 倪匡放荡不羁 流连女色不着家 自己倒是玩得非常开心 而此时他却突然发现 原来自己竟然亏欠了 妻子那么多 我们常说 浪子回头金不换 但是生活中又真的 见到了几个浪子回头 同样是80多岁的年纪 四大才子中的菜篮 却依然在追求自我快乐上 一路西行 而玩了33年的倪匡却一招悔悟 他放下了所有 带着妻子全往美国定居 这位浪荡半生的风流子 开始每天为自己的妻子做菜 他称之为为宝宝的幸福 终于他学会了如何去爱 李果真的爱情之花 终于开出了果实 2014年 倪匡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 此生最愧疚的人是谁 倪匡毫不犹豫地说 李果真 2020年倪匡生日 儿媳周慧敏晒出和倪匡的合照 并表白最爱的爸爸 一家人相处和谐 周慧敏将倪匡视为自己的父亲 抱着公共合影 画面十分温馨 尽管倪区的负面报道不断 却不影响和周慧敏的感情 两个人对待长辈十分孝顺 倪匡晚年生活幸福 由于长期受身体问题的困扰 所以很少露面 周慧敏也不常分享动态 现在突然他离开的消息 网友纷纷表示难以接受 又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自学成才 成为专业作家的倪镇 享誉天下 家人还未露面证实 愿一路走好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五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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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日五见不散